歡迎收看小朋友我是佩妮教數學 那我們來看一下使用二項式展開 可以討論怎麼樣的問題呢 這裡有2x平方-4x加3除以這個 的十次除以x-1的三次問於是是多少 他有點像我們在一年級上學期的時候看到的那個多項式的問題 那我們的確就是要先討論一下這個括號裡面會怎麼樣 那因為這裡也有次方所以我們也不是說直接除啊 你會發現這個三次也比裡面的二次大所以直接除是沒有用的 但是呢我這裡是x-1這個2-43他其實跟x-1有一點點淵遠 就是看你有沒有觀察出來 因為x-1的平方是121 那兩倍就是2-42 那所以說呢這個括號裡面他其實是兩倍的x-1的平方再加1 然後這個東西10次 所以他展開來可能是前面這一個10次 那就c10取10 然後就會有2的10次乘以 x-1的 平方10次是20次 那1 沒有 或者是前面9次 c10取9 然後2也9次 然後x-1平方也9次 平方再9次就18次了 然後1有一次就 反正不用寫1不管幾次都是1嘛 所以就不寫 那你會發現就怎麼樣呢 其實我們 只要有 這個2 只要有x-1的3次以上 等一下我們去拿他去除以x-1的3次 -1不加1 我們去除以x-1的3次就會 那個增出嘛就不會有餘嘛 所以就是有點像我們剛剛講到那個 第1年級上學期的多項次那個單元的討論 所以一直要到我的x-1要3次以下 那什麼時候開始會3次以下呢 如果前面這裡有 兩個後面有8個 那是 c10取2乘以2的2次乘以x-1 平方又2次所以是4次 加上 那會乘上1的 8次但是因為乘上1的8次一樣不用寫 加上 c10取1乘以2有一次x-1平方 然後一樣19次不行 最後有 還有這個是最容易被忘掉的 是c10取 0 前面沒有了後面 注意這個時候因為你其他東西都不寫的話 就 就不是0喔不是0喔是1 那不寫也是可以因為這裡也有1啦但是我們還是寫一個1 可以嗎 就是110次啦110次是1 可以嗎 那所以就是說 像我們剛才講的只要你的 只要你的這個x-1 有3次以上的都會整除 整除 於0 所以真正的魚從後面這裡來 然後我們把它展開來 20x-40 加20 可以嗎 然後再加這裡 這裡是1乘 C10取0是1 所以是21 類似的 類似的問題 但是一點點不一樣 我們來看下一題 他說 這個以這個除這個的魚是 那在這裡玩了一個無聊的 無聊的 調整 是 我們把它除以他改寫成以這個除這個 就是 稻妝具 以煙徐噴就是徐噴以煙 這個 5除以3就是以3除5 所以 其實這個是被除4 是 於是就回到我們上面的討論 那現在你會注意看就是說 我的被除4 跟我的除4 好像沒有剛才這種關係 說 關號裡面剛好是他 這個x-1的平方的幾倍 我的被除4好簡單 就是 x-13 就x-13是這樣 那怎麼辦 其實呢 就是說這一題的技巧在這裡 除了剛才這個無聊的倒裝之外 這題的技巧在於 看起來很簡單的東西 其實不簡單 他是心機鬼 x其實是 x-1 再加1 13次 除以 x-1的平方 之餘 所以這一個問題呢 我是這麼看的 那你說等一下 老師你漏寫了 減10頁x 那我在這裡可以說 這個減10頁x 會完整的進入於是 完全進入 因為整這個字不好寫 那什麼叫做完全進入於數呢 就是如果你問我5021 除以 3700 會 會是於多少 這樣子 那我就拿5000除以3700 算好了這再加21就好了 為什麼 因為你的 你的除4都這麼大的數字 那我那個21 有跟沒有 其實不影響你前面的計算啊 他一定整個都進入到除4裡面 對不對 所以我就乾脆在除的時候都不要寫那個21 最後再寫進去就好了 那這裡也是一樣 你這個除4是一個二次4 那我的這個 減10頁x 只有一次而已 所以說 我有 這個東西跟沒有這個東西呢 其實在你做除的過程中呢 前面都不會碰到 他就是在最後寫餘數的時候 都會多於這個 -11x 所以我除的時候可以完全不要理他 我最後再把他補盡於四里就好了 這樣子 那所以說我們這個問題呢 就會變得簡單化 變成 x-1 再加1的13次 去除x-1的平方 那如果到這裡的話應該就了解說 最後 等一下會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我們剛剛講 如果前面有兩次以上 所以我這個東西展開 來 他會是 c13取13 x-1的13次 加c13取12 x-1的12次 意思意思寫兩個就好了 點點點點點點 兩次的也來給他一個吧 c13取2 x-1的2次 c13取1 x-1和 c13取0 x-1 x-1不寫可以 前面這裡都會整除 所以最後的余就是 這個部分看起來是 13 -13加1是13x-12 注意要補這個進去 -11x 所以最後是 2x-12 這樣有懂嗎 這個樣的問題 類似的情況有像這樣子 這個 11的100次減1 問你最尾巴啦 有幾個0 最尾巴有幾個0 那這樣應該有看出來我們要做什麼吧 因為各位十位百位是 實境位的嘛 所以我們要把11拆成10加1 10加1的100次 那你如果展開來 我們因為是要從尾巴討論過來的 他100次很大 所以我們就乾脆不寫前面 我們倒著寫 這個 這個 一開始有一個負1 然後他的最後一項是 C100取0 乘1 然後在前面那一項是 C100取1乘10的一次 然後在前面是 C100取2乘10的平方 對不對 那我們先寫到這裡 等一下再看看有沒有必要往後寫 最尾巴這個 C100取0是1 乘上1 所以其實這個展開最後面其實有一個1 只是他故意安排了這個簡易在尾巴 所以他會消掉 C100取1是100 那乘上10是1000 將一來你就看到有三個0 但是先 懷疑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 這三個0能夠繼續保存下來嗎 第二件事情是千位數還會再變0嗎 我們再看下面這個 C100取2是100乘99除2 所以他其實是 這個 4950 然後再乘100 00 可以嗎 那因為後面那一位會有 那個乘10的三次嘛 所以至少我們已經肯定 最後面三個0是保住了 因為你後面不會再碰到 這個各位十位百位了 一定都是在更高次上面 那但是還是一樣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那這樣子我的答案就是有三個0嗎 會不會其實我再加下一個東西 結果剛好我尾巴是4000有沒有 結果其實有四個0喔 所以 標準的動作你應該要去再寫下一項 下一項是 C100取3乘以1000 我們也不用管他算出來是多少啦 因為你會注意到什麼樣 我的這個100沒動到嗎 然後我這裡 10的三次還有三個0嗎 所以這裡至少會有五個0 1617嘛 重點就是說 後面的部分都是0了 那就像我們剛剛講的啦 他如果再下一個一定又不會再有第四位了嘛 因為會乘上10的4次了 所以我們可以肯定怎麼樣呢 最後 最末 4位 為 6000 所以 我有三個0 可以嗎 然後我們來看這個問題 3的54乘開之後 墨三位為何呢 是不是跟剛才很像呢 只是怎麼樣 我們剛才是11的話 你有10加1 那3怎麼辦 可以按個暫停自己先動腦想一想 你要怎麼處理他 那麼這一題呢 只要你是有效的處理都可以 我們倒是沒有真的 強行規定一定要怎麼做 但是呢 舉兩個例子 我可以把3的50次呢 變成是9的25次呢 變成是10-1的 25次 重點就是要有這個10啊 你才能夠讓他就一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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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到後來乘的10次數越多的話 我就知道說再也碰不到我的墨三位了 對不對 所以呢他會等於 這個 C10 取 更正 C25取 10的25次 對不對 當然這是不用理他的 寫出來好看的 點點點點點 加個點點點 那怎麼樣呢 那我們 墨三位 從C25取3來看看 他會 乘上10的3次 然後 負1的 22次 所以會有 這個是正的喔 C25取2呢 10的平方 負1的23次 和 C25取 1乘10的一次乘負1的24次 和 C25取0 然後是負1的25次 可以嗎 所以最後到底會是什麼 這個是不考慮的啦 那這裡呢 算出來這個負的偶數次是正的 C25取3的話是 25乘24 乘23 除以6 6這裡約掉的4 它是23 00 然後再三個0 所以這個也不會碰到墨三位 然後這裡 這個C25取2是 25乘24 除2 12 所以是300 300 再乘100 所以是負的 這個 3萬 那 它雖然是負的沒錯 但是因為它實在是太多0了 所以也不會碰到墨三位 然後這裡 這個 這個 C25取1就是25啦 所以這是25 乘10這個是正1 所以是250 然後最後這裡是 C5取0是1 然後乘上負1 所以是減1 所以它的墨三位就是249 那在這裡 可能會有人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說 我這裡不是負3萬嗎 那我這樣子應該 負的雖然你又加了249 但是它結果應該是怎麼樣 負 29,751吧 那我墨三位是不是要寫751 才對 但是不用擔心這個問題 因為 你這裡雖然是負的 3萬 可是我前面這裡好多啊 好正啊 因為你 至少你可以理解我這整個數字不會是負的 所以雖然這裡有負3萬 所以它前面這裡其實早就把這個負3萬給 吃掉了 抵掉了 所以最後就是留下正的249 沒錯啦 那就是這一題 那我們剛剛講說這一題有不同的做法 其實你也可以考慮這麼做啊 你也可以考慮說它會是 9的25次對不對 那會是9乘上9的24次 也就是9乘上81的 12次也就是9乘上 80加1的12次 然後對這個80加1 去 展開來 去討論 討論完之後乘以9 那我們來 9到底要乘上什麼呢 這個 它最後的一位是留下 C12 C12取0的1嘛對不對 再前一位是 C12取11乘80 還會有 再再一位好了 C12取10 80平方 那C12取10就是 C12取2啦 所以12乘以11除以2是66 66乘以 6400 那所以這個部分是 422400 然後這裡是 80乘以 12 80乘以12的話是 960 960 然後這裡是 1嘛 對不對 所以你會發現它的最尾巴是1 然後6這個 9加4是13 我們只取 墨三位就好 反正你進到前面的我都不想看 所以我們留下的是361 然後乘以9 所以再乘以9 919 96 54 5 94 93 27 所以是 3 2 49 結果我們只取墨三位 所以答案是29 沒錯 所以這是答案 我們來看這一題 這個1.02的13次 42入到小數點後 第2位為和 你看是不是真的很像是我們在多項字那個單元 就是又學這個 展開後的余式 然後又可以用來討論這個近視值 1.02的13次 我們就是把它拆成 0.01加0.02 然後如果你0.02這裡的次方高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忽略不計了 我們只要到小數後第2位而已嘛 所以它會等於 C13取13乘1 加 C13 取12乘 前面 前面 前面12次後面 一次 0.02 然後再加 C13取11 0.02的平方 因為它只有要到小數後第2位而已 你如果不放心的話我們可以再寫一個 然後寫來等一下應該是會扔掉 C13取10乘以0.02的3次 2288的10的 負6次所以是0.002288 果然就是 不會碰到小數後第2位 可是它是可以接觸到第3位 去寫它還是有用的啦 因為可能會 影響到四捨五路 然後看這個 所以是0.0312 然後這裡是 這是13了 所以是0.26 所以最後這裡合起來是 1.29 3 4 88 小數 四捨五路到小數後第2位是 1.29 那我們就這樣可以上到這裡